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企业解决了一些实在的难题 觉得挺欣慰的 没有理想 何必远方呢 我是杨诚 今年32岁 来自澳门 现在任职于 异想科技网络有限公司 我们总部在澳门的 只有珠海恒情和广州南沙 和重庆公司 我们南沙公司是以17年成立的 这些企业 就是于今年外的中小企 做跨境电商相应的工作 什么东西都有 就是包括我们澳门这边 进口来的红酒啊 一些手信啊 一些饼啊 都会放在这里面 刚好是他最近这一批 进来的都是奶粉为主 那我们现在已经帮助了澳门 接近70家实体的一些企业 已经有开设这个 跨境电商网站 这些项面的一些服务了 我们的企业呢都不大 大多都是以这种 做方形的企业为主 而且都是一些老字号 可能开了三四十年 遇到了很多 二代传承的问题 那可年轻人 未必愿意接这些老字号 那所以我们 有一些实体案例 已经帮助到一些 这个企业 可以持续性的发展 通过发现商方式 让它能存活下来了 它固有的这些客户群体 能继续维系 它这些产品 继续可以购买 帮助到他们的企业 实在在地做了一些生意 虽然公司很小 地方也来自澳门 这个也不是很大的地方 但是我们这帮年轻人 还是有一股热忱 愿意去为我们的一番事业 去做出努力的 从一开始 我们就立下我们的使命 我们只做真实贸易 因为我们跨境电商 是三单对抗 跟中国海关之链 所有信息都接受它的监管 所以我们没有出现 任何一单的刷单 和规观的内容 我本科是在澳门读 就在澳门科技大学 研究生在英国 电话电话应该很稳 一想之前的份工作 我是在澳门做私人银行 五年 收入还不错 小一百万吧 其实最核心就是当时迷茫了 觉得人生就应该这样了吗 到口了吗 打一份工 然后取牺牲子 然后就完了吗 大部分人都这样 但是我可能就是那小村 偶尔就爱捣蛋 然后就给我博士班的同学 给忽悠出来 就已经很便宜了 人生到这个年纪断 那可能是真是要做出一些改变了 可能刚好是那个砍 辞职那一年 半好三十岁这样子 有些时候遇到前路会黑的时候 也会迷茫 那只能拉着一些小伙伴 一起抹黑呗 往前走吧 没有理想 何必远方 也蛮有缘的 我的名字叫杨成嘛 那广州的这个别称也叫杨成 没想到出生之前 老爸老妈已经安排好 民众计定我要来这个地方 生活和工作了 南沙具备广东省很多地方 没有的一个天然流失 就是它有了南沙港 它是世界第五大港口 广州港的主力港口 而且中国的跨地经商呢 都是在广州这边发起的比较多 所以说对于整个行业来讲的话 南沙是一个必须要来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一些 尤其是港澳清闯企业 那我们要来的话 它提供一些相对是比较优惠的 免租的一些场地 包括我们楼上有一些人才公寓 这些港澳的新年呢 都会以一个比较华盛 甚至是免费的方式呢 进行入住 办公的地方有啦 吃饭的地方也有啦 旁边我们有餐厅 住的地方又免费的 所以对于一个清创者来讲的话 最大的几个成本 当地政府相对来说都有cover到 所以说他们去开展它 最初期的发展 是有一定帮助的 看回现在的澳门的一些朋友们 大部分都很安逸 而且我澳门没有失业率嘛 打一份政府工 一个月三四万是很轻松很稀长的 而且澳门的价值极多 传统的澳门人是不可能来内地的 因为那个温度已经好舒服了 我们为什么要到寒冷的地方去体验呢 可能出发点不一样 内地有什么好 那两边有怎么样做的融合 政府应该引导澳门的年轻人 去往哪去发展 我希望的是把彼此的这种温度 彼此的精力告诉大家